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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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表现 那么从音乐开始一直到结束 她整个这个面目表情 包括情绪都非常饱满 这个也是这个小姑娘特别可爱之处 那么今天在技术动作上呢 她还是有一些失误 第一个Double Axle 她就是失误了 而且从进入上 我觉得她就是好像 让人感觉第一时间等得过长 第二感觉明显信心不足 所以洛宾的时候好像双足 这个洛宾 那么她也是这次的女单 比赛当中唯一的一位代表北京市参加比赛的选手 那其实这个王雪函这名选手 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她是整个 等于是这种俱乐部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选手 那么能在这种体制下 训练出来 而且参加这个这么大型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这个 很值得我们去鼓励的 对 而且呢她在经过了表演自由滑之后呢 成绩排到了前六名 分到了今天短节目的最后一组 也是实力最强的一组 那从整体的分值来讲 她的这个难度动作不是特别的高 这个是她的一个连跳 超考三桌连投入两桌 在昨天的比赛中呢 哈尔滨代表队的张克星表现得不是特别好 排在第八岁呢 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呢 在第二组出场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因为她短节目的发挥很出色 所以目前呢 是一直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位的 那她的教练是高海军 也是曾经这个培养出像李承江 这样非常优秀选手的教练 在第二组出场 等分的时间相对来说有点长 这可能是她的一些小的瑕疵要进行确认 技术分是20.02分 节目内容分是21.16分 这样呢 她的短节目的分是41.18分 目前排名第三位